装备已经搞完了啊 我们现在去打墨尼龙 首先我们在地牢的上方搭一个柱子 然后插点火把 反正以后我们需要常来 做一个标记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墨地打墨尼龙了 直接跳下去 蝙蝠也是免疫刷落伤害的 我记得从这边一直下去 我们就找到了传送门 放下一张床 我们来重置一下重生点 避免我们死了之后死回家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墨地了 当然了 去墨地肯定不能用蝙蝠呀 只有三个的血量 一喷我就没了 然后我们来换一个 血量比较高会飞行的 那就是猎叶人了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恶魂的灵魂 但是恶魂的灵魂 它的飞行速度特别慢 我觉得还是猎叶人比较好一点 好了好了 挖上去 墨尼龙我来了 我们现在有飞行的能力 打墨尼龙还是特别简单的 首先用弓 把所有的墨人水晶都给它破坏掉 好了好了 所有的墨尼水晶都已经破坏掉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对付墨尼龙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猎叶人 猎叶人来对战墨尼龙 世纪大战呀 好了 他下去了 我们下去干他 直接飞到他的头部 拿锋利四的剑 砍他 来吧 墨尼龙 哇 这伤害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锋利五的话 那更好了 我们变成飞行的人物 打墨尼龙真的是特别特别简单 一轮下去 墨尼龙应该就剩下半隔血了 他飞走了 来吧 掏出弓箭 射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弓箭对墨尼龙的伤害也特别高 除了力量四的帮助之外 因为我们是在猎人堡垒里边找到的金箭 这个金箭的伤害是特别高的 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附魔 之后的话 我们还要给弓附一个无限 墨尼龙马上就没了 我们用猎叶人的炮弹攻击他一下 他感觉这个伤害并不是很高呀 算了算了 还是老实的把它解决掉吧 最后一箭 OK完成目标 解放墨地 现在我们还得到了墨尼龙的灵魂 来吧 我们先把灵魂给他收一下 不着急 我们先把金箭剪一下 然后我们再变身墨尼龙 我们现在47级 吃金箭剪完应该能到60级以上吧 我们看一下 OK 63级 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变身为墨尼龙吧 看一下他的灵魂有什么技能 世界中的第一个boss 我们已经打败了 哇 他的血量特别的厚 看一下他的形态 我现在就是墨尼的老大 不过 哎 兄弟们 为什么我不能飞呀 不仅不能飞 而且技能好像也用不了 这怎么回事 算了 我们一会再研究吧 先把龙弹给他收掉 插一根火把 然后挖掉上面的方块 龙弹已到手 完成目标 下一世代 现在我们就去墨尼岛吧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翘翅 虽然说我们已经有了飞行的能力 但是翘翅这个东西必须要拿呀 折越门在这里 直接飞进去 OK 我们来到了墨尼岛 兄弟们 我想了一下 墨尼龙不能飞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在地面上 所以说他不能飞 我们在高空中 变身墨尼龙 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飞 这个高度我觉得可以了 找一下墨尼龙的灵魂 在最下边 OK 来变身 还是不能飞呀 兄弟们 双击空格 他只能跳跃 但是不能飞行 空有这么多的血量 而且技能也用不了 那这不是鸡肋吗 哎 太垃圾了 兄弟们 这东西没什么用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变成蝙蝠吧 我们找一下墨尼岛 不对 是墨尹船 来了 来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墨尹城 哎 其实还是蝙蝠的灵魂更好一些 不仅能飞行 而且还有夜视效果 唯一的缺点呀 就是他的血量特别少 只有三格 在我的世界中还有没有有夜视能力 而且还可以飞行的生物呢 如果有的话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会把它收掉 现在呢 我们先去拿下这个翘翅吧 我们现在变成蝙蝠 我觉得这个前影背 应该是不会攻击我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 尿灶台 看一下有没有药水 哎 哎 哎 好 两瓶瞬间治疗药水 然后里边 果然有 前影背 看看他会不会打我 看来他是不会打我的 那我们当着他的面 拿走翘翅 他还是不打我 哎 那可以兄弟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箱子里边 钻石 钻石剑 还有一个剑修补的钻石甲 这还有耐久三 但是和我们的重复了呀 这边好多钻石 全部都带走 都是好东西 既然你不打我 那我就要干你了 变成一个血量比较厚的生物 就马儿吧 来吧 把它收掉 最烦的生物就是前影背 哎 兄弟们 哎 完了 卡进去了 赶紧变 蝙蝠蝠蝠 哎 别凉了呀 随便再变一个 铁盔类 哎呦 我怎么卡上面来了 好了 现在翘翅已经到手了 我们现在来变身为猎人 我们继续收集一些前影盒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下其他的箱子 在这个末地之中 我们要干的事情也只有这些 因为我们会飞行 除了拿一个翘翅 别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 后期的话我们就开始专心的建造我们的家园了 对了 我们还没有前影背的灵魂 回去捡一下 哇 兄弟们 前影背的灵魂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还是下去看吧 上边前影背太烦人了 我们又收集了很多的前影壳 还拿了一些墨地柱 现在东西够了 我们变身为前影背 哎呦 兄弟们 哎 怎么我不能吐口水啊 就那个能让人漂浮起来的效果 把这东西 我觉得玩一个躲猫猫是比较好的 哎 你好 但是用处没有呀 不过我还不知道原来前影背的血量有这么多 不错 兄弟们 那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